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接下来介绍 Wireless Switching Router 有一个位置叫做 Wireless Network Access 或是 Assess List 可以控制到 究竟什么器材可以连接到AP 正常玩意下 如果我们回到 Wireless Network Access 这个地方 你会见到你的Router应该是 Allow All Allow All的意思是 容许所有器材去连接 你这一只 Wireless Switching Router 其实是很危险 只需要任何一个人 知道你的WPA 基本上 就已经用得了 你这一只Router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变成很混乱的情况 又或者我们想 禁止那些器材 就禁止不到 因为你的WPA 那条Key 是送了给人 于是很多人可能会知道 一传十就十传八 就控制不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利用不同的器材 它本身的 Network Interface Card 即是Wireless Network Interface Card 当中的什么Adress 去控制 究竟什么器材 可以用到 你这个Access Point 做之前 首先要知道 自己现在的Mobile Device 是 那个 什么Adress 是多少 那我们去回General 对于iPad 讲General 接着有一个叫About 接着就会见到 原来 这个不是叫什么Adress 它叫Wi-Fi Address 那我们的Wi-Fi Address 就是这个 接着大家只需要 在这个地方 不要选择 Allow Allow 根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 那我们就选择 Restrict Access 这样就在这里 打回你那个 什么Adress 在这里 那我现在刻意地 试试打错它 那我将 4.10 这样就 Save 了一次 那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那 我没有这个 什么Adress 这个情况下 那应该呢 现在还可以 上网 那能不能够 接着 这个 assess point 那我们可以看看 那这一刻还可以 接着 那我们试试 再开 那你看到呢 它依然存在 那不过呢 当我按它的时候 它就说 不行了 Unable to join the network OK 好了 那怎样才可以 接着 那很明显 你就要在 这个 Restrict Access 这里 改回 属于 你自己的 什么Adress 不要忘记 一定要 Save Settings 那 同一时间 我在这里 Disconnect 它 在Mobile Device 我Disconnect 它 那我们要 reconnect 再多一次 那看到它 依然会找到 那不过 还未 connect 我们试试 connect connect 所以 用这个方法 我们有效可以控制到 究竟 什么Device 可以 进来 用到 或者 connect到 你那支 的 对于 另一些Router 来说 其实 它的 Access List 的Self 位置在哪裏呢 就是 在 Wireless Settings 就是 在一个 叫做 Set Up Access List 里面 这里我们 就可以 加入 你的 Device 名字 以及 可以加入 它的 什么Adress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进去 进去 现在我们试图 利用 Access List 也是 在 Wireless Settings Set Up Access List 我们 就 先 加 其实 它自己 會 detect到 有什么Device 想尝试进来 或者已经进来 available 即是进来 你就可以 取消 它自己加进去 加入 iPad 这样 就可以 加进来 加了 但是 没啟动 现在 如果我 拖了 这个 Turn On Turn Assess Control On 再Apply 看看结果如何 它现在就 Disconnect了 好了 那就应该 reboot Wireless Switching Route 可以看到 ICT在这里 可以按下去 好了 入了 入了 入了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加了它进来 所以 下一件事 我试试 将它 那个 什么Adjust 我们改了 这个 先 edit 我们试试 就不用这个 我们试试 改成0 我们试试 接受 再Apply 现在 reboot 正常 首先 要Disconnect 接着 就直接入不了 现在 第一步 Disconnect 接着 你看到 它现在 就 准备出现 ICT 那个 SSID 好了 现在出现了 我现在试试 进去 它要打 passer 好了 打给它 加入 join 依然要打 join 你发觉 不停地 都是入字 是吗 原因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我现在加了 那个 assess list 不是它 现在这个 iPad 的 manager 所以 即使我 不停地 进入 键 进去 它也是说我 错的 OK 即是证明了 现在我们的键 点击都没有用之外 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 是没有加 我们现在这个 iPad 那个 Wireless Level Incerface Card 它的 adjust 所以 就 取得不到 值得留意的 就是不同的 大家要留意